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虾头炼出的红油最大程度上锁住了虾的鲜皮 而隔夜硬饭能迅速吸收这些香味 在米饭里加入蛋液 让每粒米都变成包裹蛋液的黄金蛋炒饭 咸蛋黄则是连接它们的灵魂 用煎好的午餐肉 蘸上六十八度焖煮的温泉蛋 就是最好的搭配 每种食材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了解它们 用适合的方法烹饪 再普通的食材也能成就别样美味 我喜欢你 偏偏在这时刻 嘴角沾满了奶磨 你傻傻看着我 夜里充满了困惑 我你我你我你 不如让我的脸颊发热 提过你的直径 眼睛不由自主的闪躲 再来一点独门蜜齿的顾小亮 大功告成 我喜欢你 偏偏在这时刻 嘴角沾满了奶磨 你傻傻看着我 夜里充满了困惑 我你我你我你 不如让我的脸颊发热 提过你的直径 眼睛不由自主的闪躲 no 真的饺他 我 你那我 真的假的 嗯